自然界把人类放到了食物链的顶端,允许人去吃其他的生物,同时自然界又赋予了人思考的能力,让人理性地去选择吃什么。 结果怎么样呢?一个世纪以来,地球上的野生动物已经灭绝了5400种,这其中有大半落入了人类的口中。 动物学家发现,由于人类的大量消费,野生动物的消亡速度是自然速度的1000倍,这也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吗?人真的有权利去吃所有的野生动物吗? 我们今天将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,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秘书长杨通晋博士。 人类处于自然界生物链的顶端,它就有权利去吃掉其他所有的生物吗? 从现代的生育伦理学角度来讲的话,人当然有吃小动物的权利,但是动物也有生存的权利。 动物的权利是人赋予的还是自然界赋予的? 自然界赋予它的,你在人类出现之前动物都存在了,它就已经让它存在着了,你只是说人类没有认识它这个权利而已。 人作为食物量的最高的地位,它是有权利吃所有动物的? 人有权利去吃野生动物,如果是为了生存的话,这个是可以肯定的。 但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,尽管是为了满足一些猎奇的心理,或者是某种口味,那我觉得你的权利,这种权利就要受到限制。 冲突的时候,这个时候谁来调解? 大自然其实也在调解这个冲突,就如果说人不遵守这个规则,人侵犯动物的权利,大自然就会用生态灾难来惩罚人类,那么人类就会觉醒。 那么这个时候,人又要自己的要来调解自己,要认识到这个问题,那么人的自然调解应该是自觉的。 需要制约的话,这个约束力只能来自他自己? 来自自己,对。 没有一个别的物种可以制约人类。 那这个约束是什么东西呢? 就简单来说,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延续,因为如果你不延续,你不约束自己的话,你就会把这个生存的根基,把整个地球毁灭了,那么人就不能延续了。 基本要求是什么? 我们还是觉得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,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 这个原则实际上从古道经,就从古代人们就很模糊的,或者说蒙蒙的认识了这个问题了。 所以古代人他不会像现代人那样有一种征服自然的感觉,有一种想控制自然的那种欲望,他没有,当然他也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。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,整个的自然界还是比较符合生态伦理的要求的。 农业文明你要生产农,这些农作物,你都要依靠天,依靠你的,比如说雨,水,还有土地。 那时候人和自然是一种合作的关系,人你可以做些事情,但是你要做成事情,你必须有自然的配合。 其实我们古代人有句话叫做说,为事在人,成事在天,他基本上是有一种尊重的观念。 你看我们古代有很多仪式,像我们的皇帝,比如说每年他要到天堂,要有一个祭祀,要跟踪,感谢天地的保佑。 这仪式为什么会有呢? 就因为那时候中国人相信自然它是一个有机体,是一个生命,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跟它对话,然后让它来满足我们的要求。 人可以吃掉其他的这些生物,实际上是人的能力决定的。 最早是可以吃这样子的。 人的这个能力的提高,生产力的提高,人要去吃更多的野生动物,并且有能力去吃更多野生动物,那这就是一个必然了。 人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个界限的,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自然的控制,但是实际上到最后人还是要生活在积极当中,还是生活在生产行当中。 比如说你可以在大堂里生产蔬菜,你可以通过加上很多什么添加剂或者什么各种化肥催生它,但是这个蔬菜生产的规律还是在那里,还是需要这些自然的光靠作用或者各种东西在一起作用。 就是不管能力怎么增强,仍然在依靠自然规律。 对,还是依靠这个东西。 那么工业文明好像给人有这种错觉,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依靠自然的,我们可以控制它,我们把自然完全变成一个像一个花园或者一个工园那样的东西。 没有敬畏了。 对。 问题是人的欲望也是属于人的本性里的一部分,人的欲望的膨胀也是一个自然的结果。 那么既然是自然界给了这种吃的权利,那把这个权利用到最大化,好像不错。 如果说你不是为了生存,也不是为了健康,仅仅是满足你的一些猎奇的心理或者一种口味,完全是一种虚荣心。 如果是这个原因去吃一个动物,那么你的这种吃的权利与动物的生存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,那么动物的生存权利应该要优先于你的这种吃的权利。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,理解这样一个,这样一个伦理语言才可以说。 首先一个,就是说,完全是处于一种,一种明智的考虑,一种,一种开明的智力。 现实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了,吃这个权利与动物对人是没好处的。 那么还有,就是说,你吃了你的动物,导致整个物种的灭绝的话,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。 这些东西对人类生存是有影响的,为了人自己的生存,你都应该要杜绝这个东西。 像一些非洲的土著的居民,古老的民族,还有比如说艾斯基摩人,比如说中国也有厄文客人,他们是以打猎为生的,他们是满足对的基本权利,生存权利的。 对他们来说,吃野生动物是不违反这个生态伦理的。 我就是为了生存,所以他们的行为,一般来讲,不会对当地的那些物种构成很大的威胁。 当然现在也许不太一样,就是所有人口的增长,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问题。 但如果出现这个问题,我们就在考虑,也要考虑,就是说如何来保护动物的问题,不能让物种去行灭绝了。 那么这个时候。 但是人的权利是优先的。 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让他的这个权利得到满足。 你要生存,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生存方式。 如果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够改变他的生存方式,生活方式的话,那就只能目前维持现状。 对,目前维持现状。 还有一些人是另一种情况,他们会说,这个吃野生动物是我们本民族,或者我们这个种族的一种风俗。 他已经是能力上,生产能力上,已经达到了就是不需要再去吃野生动物也能生存的第一步。 但是他会说,我吃野生动物是风俗。 但是如果你去吃野生动物的话,对整个人的生存环境来构成温胁。 你的这种风俗维害到大家的生存,维害到别人的生存。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风俗必须要改变。 那就是一种漏习了。 那就成为漏习。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为什么不能吃动物这样一个论理原则。 最起码的标准。 对,起码的标准。 可以被称为一条底线。 这就是底线。 是,生生不息。 对。 所有的物种都能够不断地繁衍和发展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地球的演化历史。 它是逐渐地增加物种的数量,增加地球上的生命的多样性。 而且是它的不断地越来越稳定、平衡,保持得很好。 如果您说的这个原则,也就是这个底线最后被打破,而且这种情况还持续下去的话,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吗? 那可能灾难性的。 我们知道古巴比伦文明,就现在伊拉克所在的地方。 那其中也是古代的世道文明之一。 后来就是因为巴比伦的那些人,把他们的地方,特别是在阳坡上的那些树都砍光了,都来了种粮食。 结果把那整个生命环境都破坏了,最后就变成沙漠。 然后这个文明就消失了。 这个是恩格斯在他的反途人的那里面就有论出的。 就好像那个时候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,觉得我有能力,想把这东西控制住了,我就可以生产更多粮食,我就可以发展得更好。 但是实际上,这后面这个生产规律都起作用。 你违背这个规律了,到处你就要受惩罚。 所以这文明就衰落了。 文明本身都灭亡了。 文明本身都灭亡了。 古代有点好,就是说,比如巴比伦的文明毁灭了。 好,你们这人可以移到别的地方去。 你可以移民,跑别的地方去,重新找一个生产的地方。 但现在的地球是到处有人的。 你不能说我们跑到月球上去生活,我们跑到土球上去,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。 所以你没有地方可躲可藏。 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家园。 你就必须,就是说,你只有一种选择,你不能让它毁灭。 一毁灭,你就没有别的选择,你就只能死亡。 但有的人就是不一样的主张。 他不是说,不能怕吃光野生动物吗? 怕生物链整个断掉以后,人要灭亡吗? 那有的人就会说,我可以克龙啊,我可以克龙动物。 我可以做转基因食品,提高产量。 我可以这个人工繁殖。 我还可以,比如说,再造一个生物圈。 技术不断的进步,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 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,我觉得。 可能也是一个人说是叫乐观主义的想法。 实际上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。 竟讲到那个,比如说生物圈二号。 就美国的科学家,一些生态学家,科学家, 他们在1991年,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,建了一个模拟生态系统的这样一个大棚。 大概这个大棚的年纪,大概有两个族城那么大。 他们那么想在这里面模拟一个生态空间,里面有沙漠,也有河流,有山,有水。 然后他们还带进了几十个物种。 好,就是说,也各种续井,空气都调好了,里面都有。 就是说,凡是自然界有的,它全都放进去了。 对,它的模拟。 他就想,我在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,我也让其中在这里面,像地球一样的运作。 八个科学家所在里面准备工作两年,但是实际上他们工作了18个月以后,就已经不能工作了。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里面的氧气,对这个氧分极致下降了,没有设想的那么好。 它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吗? 它不是完全是跟自然是一样的吗? 就是说,你不可能建造另外一个自然环境,你做不到这一点。 现在人还做不到这一点。 所以这个计划大概到了七年吧,就已经宣告破产。 听说日本有打算准备在这个生物圈二号的基础上,再进行尝试,改进,认为还是有希望。 科学实验你是可以这么做的,但是人类的生活你不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基础之上。 我就这么去按照这个假设来安排我们的生活的方式。 但是如果你可以这么安排,如果假设这个条件没有出现,到时候你这个基础没有发明,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,就只有毁灭。 一个人类,我觉得不可能就冒这么大的风险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个实验本身是不是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? 很多科学家或者很多传媒在报道一些新鲜的东西的时候,他们往往夸大这个东西的效果。 会做一些片面,只看到它好的一方面,没有去注意它,比如消极的方面。 任何一个新的科学成果团都是这样子的。 比如说最早,我们说人类的六十年代发明杀虫剂DDT,对吧? DDT,那大家觉得DDT出来,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昆虫的杀绝,那我们就有很好的,把庄稼收成了。 这是很好的事情。 那么没人去反心,DDT会带来什么后果? 那么到六十年代,我们知道卡逊,他写纪念诚,他就在反思说,DDT,你杀死了昆虫,但是你也会杀死所有的鸟类。 人,甚至这个DDT在人的血液里面,在母亲的乳汁里面都能够发现,这是一个食物链。 那么他就说DDT是不好的。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,那些农业部门,那些发明DDT的人,那些化学公司,那些农业部门的人就觉得你是个疯子,你怎么能说这个不好呢? 一味的强调科技的正面效果的话,实际上,起到的作用是可怕的。 这很可怕,实际上,好像你说,你不去看那个负面作用,其实负面作用,它其实在那地方,你只是不去看而已,但你不去看,它会对你发生影响的。 再造生物圈的这种计划,如果对它认识不够全面的话,实际上,社会助长,社会的不良的风气,违背底线伦理的这种风气,比如说烂吃野生动物的这种习惯。 它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,会给人,就是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的这样一种信念,那这个东西是不好的。 谁有吃谁的权利,在讨论清楚之后,马上显得不重要。 更为紧迫的是,谁有暴殲天物的权利。 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三亿八千万年的鲨鱼们,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人类灭绝了80%以上的种类。 如果你的孩子问你,什么叫暴殲天物呢? 你可以这样告诉他,就是我每天提醒给你的,你可以吃,但是不能浪费。 法定人们,几乎是在这里的名为心中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